MIRROR 我真的掉了 如果大家是用PREMIRE的話 就會知道我現在的面臨有什麼情況 我是MIRROR 現在是凌晨12點 為什麼我會打開我的相機呢 因為剛才我的智慧師跟我說 我可以拍一條凌晨 MIRROR會做什麼 雖然他是說笑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題材 因為其實我看DM的時候 也不知道有些觀眾朋友在問我 究竟我晚上不睡覺在做什麼 所以今天就要記錄 凌晨12點到早上6點 這六個小時我究竟在做什麼 11月的時候我出過一條片 說我是挑戰24個小時 跟著時間表去做人 很明顯是失敗了 因為10月我每天出片 每天都很忙 連睡覺也沒有時間睡 然後開始又搞了代購 很多Clicklight 基本上我這幾個月 都是超級忙碌 有很多突發的事情 所以我完全沒有辦法跟著我的行程 突發到 東西可能是搭了一齊 也有機會 現在我的生活 pattern 是真的亂到不堪的 我是可能一天睡十幾個小時 然後第二天 就只是睡幾個小時 我昨天因為很多事情要做 然後我回到家已經很累 然後好像12點多 我就睡著了 我是大裝睡著了 睡到今天11點 起到身 然後就到現在 但我現在還是非常精神 很明顯我是會到天亮才會眼睡的那個感覺 說真的 我的凌晨並不是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只是我把正常時間 日後上班會做的事情 我搬來晚上這樣做的 對 那我們現在開始記錄了 拜託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櫃來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現在我的房子變成這樣 今天這條片要特別多謝ShotShotVPN贊助播出 還有因為疫情關係 留在家的事情變長了很多 在家我就會播劇 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在香港和在韓國可以看到的劇 是不同的 有很多電影或者劇 因為地區關係 我在韓國是看不到的 所以今天要來推介ShotShotVPN給大家 它是超級實用 用一個不好破解的加密方式 還有業界領先的措施 保護個人自己的安全 尤其是我這樣有很多不同的SNS 很怕被人知道的密密 很怕被人偷了我的帳號 但如果用ShotShotVPN的話 就不需要擔心知道外資 重點就是可以跨區跨國 去看任何你想看的劇或電影 只要申請一個帳號 就可以在不同的裝置看 無論PC、手機、電視 全部一個帳號就可以通用 非常方便 用的方式都很簡單 只要按這個按鈕就可以啟動 重點就是現在用我的優惠碼 MIRROR 就可以有813%OFF的 折扣 最佳3個月免費 大家千萬不要去這個優惠 快點下載來用 更多資訊可以參加我的InfoBox 最後特別感謝ShotShotVPN 今次特別贊助和提供粉絲 因為買賣 大家記得支持和使用 明天就要出代理旅遊 米芝蓮的特集 所以現在就要進行最後的 Check片 和弄下Thumbnail 因為1月開始做代購 都是一個新的工作 有很多東西被想像中複雜 和要親身去處理 所以經常有突發的事情發生 搞得很多時候我都是一些時間預計錯誤 所以近來基本上我出片都是很問 可能出片前1-2個小時才搞定 然後很趕地整心 現在都2月了 希望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時間管理大人 希望可以 我是MIRROR 今集的代理旅遊 不是帶大家逛街去 難道我不小心刪掉了一些東西 糟糕 我真的跌了 糟糕 糟糕 炸成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拍過影片 如果大家是用Premier的話 就要知道我現在的面臨有什麼情況 我不要故意跌下我的影片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唉 其實我之前有XBOX做一個版本 其實都可以出門外 但我只是想看有沒有一個可以再修改的內容 唉 真的假的 真的 有時候太多事情做就會忘記一些重要的事情 有時候以為搞定了 然後就順手刪除 結果就變成這樣 那當然 因為那些比較有每次都會在上了 這隻手刪風 然後是兩個一般 其實這一些手刪風 其實這些手刪風 其實這只刪風 韓國已經流行了很久 我追開幾個韓國的youtuber 他們每次都可以轉走 這隻手刪風很久 它們也有看到 也有一種文青感 其實我一路只是 只是裙邊 近排才會加一些效果 令那套更生 搞定 現在是1點半 搞個心療都很浪費時間 我現在睡覺很餓 我想吃宵夜 但我想吃的宵夜 不是那些重量的宵夜 我是想吃水果 但在晚上怎樣找水果 在韓國真的有一個配送非常發達的國家 韓國有很多配送APP 這個YOUGIO 拉到最右邊 有一個便利店的選項 其實便利店是總的間體阻礙 但這個時候 我真的不想到外面 所以我決定要叫外賣 叫便利店外賣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很過分 但它偏偏有這個服務 你又會忍不住去用 便利店裡面 一些set 是有什麼 巧克力 不知道為什麼巧克力會有最多 還有一些雪糕 水果 但水果其實每間的貨量都不同 我也有點擔心 不知道買不買到我想要水果 最後我決定是買奢侈 其實我本身很想吃蕃茄仔 但在便利店也有點難找蕃茄仔 還有它最低消費是一萬瓦 所以我就迫於無路叫沙律 還有叫了豆奶 聽來全部都是減肥食品 算了 夜媽媽 不要吃太厚 好 叫了 那個配送費是三千瓦 三千瓦換來 不用下街 還有 樓下的便利店未必會有我想要的水果 他說要50分鐘才送到來 不知道會不會快點 現在深夜 現在兩點 這麼快來到 14分 登登 沙律 車梨子 豆奶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 它送了兩顆 珍寶珠 它是非常有意義的 給筷子 但是我是不需要筷子的 我也挺喜歡喝這個豆奶 我在香港呢 很喜歡喝豆奶 因為我媽媽不特別喜歡喝奶 所以我家裡很少出現奶 然後我是長大了之後 才發現到這些奶類食品 原來是 一個新的天堂 我剛剛還想說 哈應該不用洗 因為韓國有很多水果 包裝之前它們都是洗完 但是剛剛看一看 它就說 就是叫你洗了再吃 FINE 懶人洗乎 有誰 都會這樣和我一樣 吃便利店的食物 就不想很認真 處理食材 而且這裡有個洞 擺明就是這樣 讓你倒水 便利店的食物 就是要便利 Right 嘩好酸 其實剛才好像是8點多開始做事 做到10點多的時候 喝了一包奶 然後又繼續用電腦 然後就12點到現在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因為昨晚也有少許東西要處理 所以現在才算是真正可以 有時間蒸下來 吃少許東西 吃東西的時候我真的一定要看 綜藝的 剛剛追完一套女神港琳 然後那個猜中混呼 又沒有update 很忙 家裡很亂 這宅 明天才能倒到 桌面 撿撿撿 他打電話來 只是說價錢要高一點 還是怎樣 我為什麼不跟他作作 他又說可以再聊一聊 但是他就說要我給他 沒有認真 還有要我明天立刻見他 他幹嘛按什麼 他 OK啦 那你就叫我吧 OK啦 拜拜 沒錯 我驚人也是夜鬼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夜晚去開會 我在這照片上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現在會用的APP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身邊有很多人一起做事 我們都需要一個schedule 去大家一起看 比起google的話 我們是用這個叫做time tree 他的樣子就是這樣 他有APP版 或者是網頁版 我覺得他的好處 你無論去電話 或者網頁改的時候 立刻就會update 我覺得比google有力 方便少少的原因是 因為不需要加別人的email 才能用到 他直接download做APP 然後申請account 跟著 傳連結給對方 就可以入到大家share的schedule 所以現在用了一陣子都覺得挺方便 然後他現在這樣有大概六七個顏色 給你做仔細的分類 我覺得都滿不錯的 所以如果大家是 就是需要多人一起去工作做事的話 我也覺得time tree 是一個挺不錯的選擇 所以現在我的經理人 我自業師 還有身邊很多相關的人員 全部都在這個schedule裡面 大家都知道我的schedule是怎樣 所以安排什麼時候開會 什麼時候出片 什麼時候做業配 什麼時候要出去拍外景 就不怕會有衝突 所以現在基本上每天一起床 我第一時間就會打開你的schedule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變動 還有因為以前是自己在做事的時候 就算有時候坐樓你 其實都無關痛樣 因為你不會影響到其他人的 你影響的只有自己 但是現在你身邊是有人跟你一起做事的時候 你可能一起床就會麻煩到其他人 所以其實根本現在是不敢起床 我也是沒有這樣的時間去起床 覺得肩膀的重膽是重了很多 但是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那始終有事做是好過沒有事做的嘛 那所以現在我覺得非常之充實 非常之好玩 做不上化妝很久 我先拿一個妝 這個很好用 之前也做過它的葉配 用唇膏就超多個圈 整個人都很乾 天氣未熱到可以穿短袖 可是因為好多大才會用短袖 我幫我洗完泰耳朵 又用用琴水 塗到了這個唇膏 我把她抹過後 裝潰過去 就像一般的妝膏 製作給她們 讓她們拍照 後來也有請示範 再用瘡卷 用一個彩膏 然後用一件份 除此時 MUCH 6點46分 我的凌晨就是這樣度過 睡覺了 晚安 全部整理 點4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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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